這個亮晶晶之一的這個亮哥 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啦 那也就侯振營 如果有在看我們節目的話 就要聽進去 然後亮哥現在要先離開了 謝謝亮哥 亮哥拜拜 好 那等一下 許甫啊 許甫快 因為你下個小時 要不要留下來當主持人 不要啊 好 加錢 簡單直白 不要這麼直白 好 那倒是告訴我們了 剛才亮哥說這個藍白要和 董哥坐下來了 我們掌聲歡迎 我們來董哥來了 謝謝 讓大家擔心了 其實我沒多事 你怎麼了嗎 你怎麼了 因為很多人在網路上 我說董哥你昨天怎麼沒有 我說啊 就是 剛好不在的時候 網路又壞掉 想說說信都沒有收到 所以找不到你 對 很多人就找不到我 董哥是不是出了問題 我沒有啦 好好的 平安健康在這裡 好 董哥在這裡 平安就好 我要趕快問許甫 許甫剛剛亮哥講說 藍白河後面還很長啦 因為現在連這個國民黨自己 也都還沒有搞定嘛對不對 那但是未來這個方向 你們自己內部覺得 自己內部覺得是 整個藍白河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嘛 要藍白河才有機會 拉下民進黨嘛對不對 我覺得藍白河有好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其實在立法院 隨時都有可能 就是你只要在法案 大家覺得說這個法案 本來就應該要過 這不能讓比如說 那民進黨比如 我們就講的外衣間的條例 這個就是嘛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來做合作 然後有一些 福國立民的法案 馬上就可以做 這是一個 可是到選戰的部分 我先講立委的選戰 這個大戰略來講 我們就講大白話來講 我們希望的是三黨不過半 那現在國會最大黨的是 民進黨還有60幾席 好像65席吧 對 我印象中 所以說要三黨不過半的話 我們必須要讓 民進黨的席齒拉下來 那到最後我們民眾黨 才會發揮關鍵的少數 所以在很多的區域當中 我們當然會去思考 我必須講了 政黨利益當然是會放在最前面 我們必須想說 如果在三黨不過半的前提之下 在這個選區 如果是國民黨原本 會贏過民進黨的區域 那如果我們提人 可能會讓國民黨落選 那這個區域我們就會去思考啦 那如果我們本來就不會贏了 然後讓國民黨也輸了 然後民進黨繼續的再成為國會最大黨 那就不符合我們原本三黨不過半的 整個總體的目標 所以在這個區域就會有合作的空間 這老實說就是這樣 那再來就上綱到所謂的 大家都期待的總統層次 老實說我現在真的 我不知道這一題要怎麼解 因為民眾黨就推出了 總統候選人叫做柯文哲 而他現在的民調就是第二名 他現在就是朝著選總統的方向 一路的堅持到底 那我相信國民黨也有國民黨的主體性 他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目前723看起來應該還是侯友宜 所以說包括金普聰他自己都在講說 他看不出來有侯柯配的可能 因為這個柯文哲他不方便代言嘛 那他覺得柯侯配他們自己是國民黨的主體 他也不可能 所以在總統的層級上面 我倒是覺得說就讓民意去決定吧 那如果在立委的層面上 如果在三黨不過半的這個大目標之下 我們很多地方是可以來談合作的 許甫再問一次 你要不要留下來當主持人 不用你問第五次我還是會回答 沒有啦我等一下有約啦 下次下次 下次好 大家因為這個網友現在一直說 許甫要不要留下來 好現在又一個董內慶來了 這是Thomas Thomas說看到董哥我就放心了 中天加油主持人 我跟你講剛有一個網友說 我看到董哥我都哭了 因為昨天緊張了一整天 哦董哥你居然是害得緊張的不得了 鋼鐵東粉 沒有沒有真的網路全部斷了 網路全部斷了好 然後還有就是許甫 這個下一次有機會回來當主持人 好來那董哥既然來了 董哥我們要問一下昨天這個 因為剛剛你剛剛沒有討論到 加入我們這個平行時空的討論 就是昨天凱到許甫在現場說36度 所有這個灑水啊 什麼什麼冰袋啊 中暑的人也都有 但是有人呢已經冷到穿這個棒球外套 還說這個冷氣還不錯 你怎麼看這個平行時空 而且重點是他們家自己家立委說 只是開個小小的玩笑而已 可是這種玩笑聽在人民的心裡 是不是一點都不好笑 各位如果看昨天凱到那個現場 他是由中山南路跟公園路那一段 就是外交部前面 人都被阻截在那裡 那過去蔡英文跟馬鑫九總統抗議的時候 是他的人我們抗議的人是可以到重慶 南路跟憲兵交接的 過去就這樣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蔡英文嗆馬鑫九 是怎麼嗆的 所以總統府我後面那些人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就在他們看不到我們對於改革的希望 怎麼就一直在罵 現在的總統都壓壩 他把人把他阻截到公園路 那其實昨天老百姓很多人是很熱 我知道是有兩個人中暑送醫啊 那蔡英文總統講的是風涼話 他其實也一樣 我這邊開冷氣冷氣好舒服好好 你們在外面曬你們該死 其實他內心想的絕對是這樣 一般老百姓想法跟我都一樣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對不對 那今天其實全球氣候越來越熱 台灣的貢獻很大 因為我們拼命的用火力發電嘛 民進黨的政策是火力發電80% 然後利人要到20%也做不到 因為王美華已經講了 2025年來最多就是15% 所以蔡英文又要跳票了 要跳票的總統 憑什麼在那邊洋洋得意 還去嘲笑外面的人民 這些人民跟你抗議什麼 居住正義 司法正義 你都沒做到嘛 你看當年最挺他的王婉毅 小跟胖的媽媽昨天到現場 她說我跟你開的司法會議 沒有一項肉食啊 七年前開了 那時候那個政杖做得多大 我好幾個好朋友 都是裡面的委員參加 哇 他們出來 哇 這次講了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我看不會吧 蔡英文還在那邊表決鬧一場笑話 對不對 照他的案子表決 第一次沒購 第二次沒購 第三次蔡英文還要消遣 你早早就給他購嘛 你們搞什麼 搞什麼嘛 對不對 還嘲笑所有下面的委員 記不記得那一幕 那我那時候就知道不會購 而且不會落實 不但不會落實 現在越來越糟糕 大家看台灣的司法 燒死九個人了 無期徒刑 燒死六個人了 也無期徒刑 對不對 不就是這樣嗎 殺死爸媽的哪有一個人判死刑 死刑也不執行 你所有的司法其實千仗百孔 就是總統個人的一致嘛 那你今天如果讓大家結合 我們的司法不爭議 基礎不爭議跟不用講 基礎爭議 那是蔡英文最喜歡放在嘴巴講的啊 那從蔡英文當總統 這七年都來 各位朋友你可以都去問你自己住進 你如果在雙北問你附近的朋友 或者你們住附近的鄰居 蔡英文上任你來 房屋漲價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不相信你回去問 如果你們住家附近 你們2016 2017買房子的 現在房子是不是漲了三百萬 一定是的嘛 對不對 他其實就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政策 然後在那邊 有一些官員在護航的一群建商 那建商很多是民進黨的金主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大家看到了 越來越畸形的發展 那 周天老百姓為了這個出去抗爭 他們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 不只物價漲這麼高 天氣也這麼熱 大家有這麼多人 做這樣強烈的訴求 但是蔡總統啊 哎呀 冷氣很不錯 大家想想看 那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心態 對不對 總統 這個不叫開玩笑 這個叫冷酷 就是你冷酷你看不到你的人民 他在外面為了 跟你表達抗議做的情況嘛 大家記得那時候 為了經公教 經公教大家去看 政府過去對我的承諾 你怎麼可以砍掉 他騙這些經公教的人說 因為現在政府比較窮啊 所以必須怎麼樣 大家要相忍為國啊 結果 經公教很多不接受 抗議的兇 斷尼康怎麼講 抗議的兇就砍那兜 記不記得 後來我們有個妙德森 他摔死了 他們抗議這個人叫八百壯士 他爬上去 他們在網路寫什麼 800-1等於799 消遣你 這個就叫做冷酷 冷血 民進黨冷血到極致 所以不要被他騙說他是本土 很跟人民接低氣的政黨 不是 民進黨是壞透了 一執政就開始撈錢 大家分 他想的就是這樣 他認為這是我搶來的 產物就歸我所有 我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我要是搶不到的 我就把它變為國家的 譬如說水利會 這是人民的財產 然後還有一群 不稱職下流的大法官 還說這是合法 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全部抓在一塊 民進黨的司法改革 只是把司法握得更緊 只是讓更多的表姐夫 當院長當高官 等一下董哥我有話要講 有人現在斗內進來說 叫董哥喝水 然後還有一個斗內進來說 看到董哥就斗內要加油 然後請主持人要公道 看到挺喉的斗內 就假裝看到不念嗎 不是我已經講過了 我不是因為滑太快了 我真的看不到 我不是聽到挺喉的就不念 不好意思 請大家不要誤會 先介紹這個小時的來賓 其實剛才介紹過了 首先第一位還是我們的前秋節 大家好 第二位剛才介紹過 就是昨天不見的董哥 是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這個 韓兵哥 兵哥 你好 大家好 來 謝謝三位來賓 但是請給我一點時間 我要把剛剛的斗內念完 不然大家都說 我只要支持喉的就不念 不是這樣的 是我真的眼睛不好嘛 來 瞧瞧 瞧瞧你斗內進來說 2020總統大選 雖然韓粉很痛恨綠眉 罵歸罵 但是他們還是很尊重現場的記者 不會去搶麥克風 但是不知道是磕粉還是倉粉 你們要學學韓粉的氣度 你們種種的表現 不要讓社會大眾 對你們是負面的觀感 成為一個貶義詞 這應該是昨天就是有好像三粒的記者 麥克風被搶走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個 Vincent Vincent這個斗內進來 就是董哥開罵 董哥喝水 就是又是董哥 好 大家真的是非常關心董哥 然後現在又有斗內進來了 來看 這是送 送中機 他就說看到 請主持 就是你剛剛講的 我沒有假裝不念 他說大家都是支持中天的鐵粉 我也是支持中天的鐵粉 所以不是假裝不念的 不好意思 就讓你誤會了 然後還有就是SS 他說主持人你不用生氣啊 那個帳號之前是挺柯文哲的 只是反串而已 沒必要 董哥喝水 好 又加一個董哥喝水來了 董哥喝水 然後再來 又是喬喬 好 喬喬說 我對今年總統大選人選提不起興趣 但今天看了新聞 對於侯市長燃起了一股敬意 他被台下的柯粉虛 但從又到來是面帶下 然後把你的政策跟訴求闡述清楚 從宣布參選開始 在逆境當中 努力的爭取選民的認同 我覺得侯市長很勇敢 更給台灣 就是需要一位這個 更覺得台灣需要一位性格穩定 實事求是 不嘴炮給人安定感的總統 所以我會支持侯友宜 抖到你唸 好啦 有啦 唸了啦 好 唸了 謝謝喬喬 我知道喬喬 這一直都是很支持我的節目的 好 我唸了 那如果等一下 如果沒有唸到的不是 不公正 不公平 麻煩提醒我一下 我也請我們的小編幫我 持續的注意有沒有抖內進來 因為這不然真的是誤會大了 不是故意的啦 好 再來我們就要來看囉 好 昨天這一場在台北 圓山飯店 所有人都穿棒球外套 我也是有點覺得奇怪 你可以穿個棒球裝有沒有 就譬如說短袖那一種 現在也有短袖的嘛 這麼大熱天搞個穿棒球外套 然後冷氣開到很冷 然後還說冷氣不錯 其實看起來是蠻奇怪的啦 好 來這個蔡英文 你看兩個人 感情很好 哇 壽棋耶 然後這個賴清承就揮棋了 我要選上啊 我要選上喔 好 來 他說 蔡英文說 我要感謝台灣人民 給了我蔡英文兩次執政的機會 你真的要好好感謝 因為大家真的是 真的是給你機會 但是你沒有做好嘛 四年前我跟清德一起參加黨內初選 我還記得初選結束之後 我說在未來的團隊當中 清德一定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們都記得四年前 他對賴清德是怎麼樣的呢 現在他說四年前 我們一起參加初選 他會有重要的角色 這四年來賴清德協助蔡英文 關關難過 關關過啊 現在賴清德準備好了 他們要帶著國家希望工程的國政藍圖 在我們這八年打殺的基礎上 持續的努力 把國家帶向下一個階段的 昌盛跟繁榮 那這個 這中間這個話呢 這個真的要評論起來 也是很辛苦 首先包括叫做這四年來 關關難過 關關過 這個蔡英文是怎麼個關關過 我先問斌哥好了 因為斌哥剛進來 斌哥 蔡英文關關難過 關關過 有這麼委屈嗎 我覺得他在這種階段 還要去cursate一下賴清德 也是蠻厲害 大家明明都知道 四年前如果不是因為賴清德 堅持要選 根本就沒有什麼初選好不好 本來不會有初選 蔡英文你是想講這個嗎 講了一部 清德跟我一起參加初選 你應該講清德被我打成豬頭才對 那才是當時發生的實際狀況好嗎 你用網軍把他打成豬頭 你忘記了嗎 那你關關難過 關關過 這到底是對蔡英文個人而言 對民進黨而言 還是對中華民國而已 我們到底過了哪一關 是對老百姓嗎 老百姓並沒有關關難過 關關過 我們其實沒過 很多人已經過不去了 很多孩子都走了 很多老人家 很多人都因為你的疫情防疫不當 處置不當 他已經留在過去 沒有辦法再向前 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哪有過 是你過而已 別人可沒過 所以我覺得 當然蔡英文每一次到這種階段 都喜歡用一些 看起來比較感性的文字 講的一副好像他很努力 但是昨天一句話他就破功了嘛 就是冷氣還好 他其實關心的是這一個嘛 重點是冷氣還好 而且他為什麼要講冷氣還好 在我看來他就是故意的 他明明知道外面是大熱天 他明明知道 有很多人正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他明明知道 有人已經在那邊中暑昏倒 然後他還告訴你 我冷氣還好啊 就這麼簡單嗎 就是故意在酸你們 表示你們去凱道的都是一群二百五 明明有冷氣不吹 為什麼要跑去那邊曬太陽 你們這些人要煩我 現在知道厲害了吧 連太陽都幫我 你看 就是這樣啊 蔡英文的意思不就是這樣子嗎 在我看來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基本上 他講什麼我已經不是那麼在意 因為他現在 他會講出那句話來表示 他的想法就非常單純 老娘已經不用再選了 我立即變成了嗎 對啊 我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們能咬我啊 我放開了 對啊 剩下是賴清德的事啊 這句話就算害到賴清德 算他衰啊 不然呢 又掉了不知道多少票 是也未必啦 因為民進黨的票其實很死忠 講實在話 我覺得這一次中間選民的票 民進黨大概拿不到什麼票 基本上是這樣 那他們的戰略大概也就是鎖定 他那三十幾%最死忠的支持者 只是剩下就是在野的非綠的這些人 到底能不能整合能不能突破而已 其實關鍵就在這邊 所以他們也是看清楚這種態勢 所以現在看到在野自亂陣腳 他高興的很啊 他想他們穩啊 所以就可以進去裡頭吹冷氣啊 不需要再走上街頭啊 這就是他們的想法 所以我個人認為 蔡英文基本上 他這一次所謂的拳戴會 就是一個象徵性的東西啊 老實講如果一個真正體恤民眾的總統 他這個時候老實講他已經不是黨主席了 他這個時候他可以去傾聽一下民意聲音啊 他為什麼不去 他不是覺得自己做得很好嗎 今天不是還有幾個250立委候選出來 開那個所謂的居住正義的記者會 講這指控台北跟新北 這個社會住宅幹得很爛 好像中央做得多好一樣 問題中央根本是零耶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就是一個無心的人 他完全就是把台灣民眾當韭菜割 而且他已經割得差不多 他還吃膩了 他準備下車了要回家了 那剩下就是看賴清德 那可是關鍵在於說 第一個再也混亂成這樣 第二個台灣民眾真的還要繼續讓民眾黨 民進黨割你的韭菜嗎 我覺得如果台灣民眾到最後的選擇就是這樣的話 那在我看來就是因為你們要這樣選擇 我們就只有跟著你一起陪葬 不然是怎麼辦呢 那可能這些人覺得 他就算死也要死在民進黨的手上 可是對我來講我可不要 我再怎麼樣我也不要死在民進黨的手上 我也不要 所以這就是大家自己看著辦嘛 所以我們繼續亂下去就是讓民進黨拿到好處 就讓人家躺在冷氣房裡頭 穿著棒球外套 然後眼睜睜看著我們去死 如果你很喜歡看到這樣的話 你就繼續這樣做 好心酸哦 又要念斗內了 這個是Kobe斗內進來 他說我支持藍白和下架綠共 董哥喝水 但是希望呢真正請 希望請聽真正的民意 2020大選啊 你為何要做跟現在相反的是不團結 大家挺喊你要扯後腿 517真招猴 明顯猴的本質不適合的問題 董哥卻猴化了 聽不見看不見 為何要逼想下架綠共的人頭不下去 我們夠公正了吧 各種言論我都念了 董哥等一下你再回應 謝謝 這個是這個董內進來 還有一個好再念一下 董內 這個是 1GKA06233 他說 對不起跑太快 真相的鍋蓋 董哥真心開 董哥平安 你看支持的也有 不滿意的也有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是 非常開放的平台 並沒有說 不公正或者是特別偏袒誰 剛剛賓哥已經講到我心都涼了 我不想跟這些人一起 不要吹冷氣都涼了 真的 不行 還是要吹冷氣 冷氣還是要有了 對 但是你看他講很好笑 他說 他說希望賴清德 要帶著我們這8年努力打下的基礎 繼續 這個打下基礎上繼續努力 然後再信下一個階段的昌盛跟繁榮 哇 陳秋節我看我嚇一跳 他們這8年來努力打下哪些基礎 A錢 在辦公桌上亂來 還是 什麼嗎 對 這兩段話加在一起看我真的毛骨悚然 光想想蔡英文到底打下了什麼基礎 昨天CPTPP正式在紐西蘭交開會議了 那也正式公佈說英國成為最新加入 已經2018年以來 第一個新加入的成員國 台灣呢 台灣不是 蔡英文他的關關難過 關關過不就是公投的時候告訴大家說 啊我們只要吃美 美毒豬 毒牛 反正準備什麼牛啦 有沒有毒啦 反正只要吃了 相信民進黨我帶你們一起 只要全部投不同意 然後就可以加入CPTPP 然後這些國際組織嘛 結果現在呢 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一再一再的 就是重複的看他用騙的 騙完了 好 那個關關能夠過了 過了關大家發現 蛤 被騙了 一場騙局的時候 反正現在大小姐 兩兩兩三三 跟他沒有關係 就是丟給賴清德 然後賴清德說 我在牛捧熱身看得心急如焚啊 一直想要出來 然後結果呢 現在希望 國會通通再送進去 你光想想 如果國會再給他們過半 然後再有民進黨執政 台灣會有多慘 台灣就是被他民進 搞爛了這麼多年 還要再多久 尤其是今天 其實還有一個 最新公布的消息 是8月15號 賴清德 對不起 對 8月15號沒有錯 8月15號 怎麼講 想要一首台語歌 背尾十五個字缸 不重要 他是要出訪了嘛 是不是 還要出訪啦 要過境 我們現在只剩巴拉圭 他還可以去一下 中南美就要過境美國 那到底規格是什麼 我其實 像唐湘龍 他所爆料的內容 我去做一些 美國方面 學者的各方查證 我也得到了一些消息 真的這個不信任 不是 賴清德在那裡喊喊 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就可以得到美國信任了 顯然美方現在中美 也要有一些溝通管道的建立 要有一些恢復經濟的合作 等等的可能性 不知道 中美對抗還是很嚴重 但是呢 如果他們對抗嚴重 我們就要被犧牲 當作那個 棄保的棋子 所以是把我們犧牲掉 他們很好呢 我們又可能被 別民話踢到旁邊去 這就是民意黨質 單壓爆美國大腿的結果 每天想著我想要進白宮 當美國爸爸 只要見一面 我就光宗耀祖的賴副總統 每天夢著要去白宮 可是呢 他這次去美國 應該很必然的會被穿小鞋 可能在整個規格上 比方說只有一場的僑驗 在什麼地點 那還是不公開 還有在整個規格 什麼總議長也不能見 很多官員都不能見 默默的過去的時候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他選情呢 顯然是會啊 對於賴清德來講 這件事情 據說蕭品群講沒有用 但蔡英文有幫忙講 我也是不認為 這就是他們雙方 這個 五大郎 跟潘金蓮 頭起腳不起 以前被罵的這個 這個道理在這裡嘛 所以基本上賴英德 現在也在招來等 但他們在這種 同床異夢的情況之下 想要再繼續拿執政 還要民進黨昌盛繁榮 台灣人要被他們搞死 遍地 失恆遍野 然後大家過不下去 或者還要變成戰場 年輕人還要繼續 去當更常的兵役 甚至真的戰場發生的時候 戰爭發生的時候 要往哪裡去 好然後他們國衛 還要通通吃乾的麻禁的 這些吃乾麻禁有黑金的 有色情的 有小三的 大家都沒有事情 這給他們再繼續下去還得了 所以他們的關關難過關關過 都是說我們再怎麼黃 再怎麼黑 再怎麼金 都沒有關係 我們都還是會過嗎 美國我覺得這一次其實是最 為什麼是在野黨最好的機會 如果連美國都給賴清德穿小鞋 在給他的規格上 降規格當中 至少比較不會發生 像反送中啊 王立強啊 這些事件的時候 在野黨這個時候才是最好的機會 所以所有的天時地利 就需要靠人和大家一起合作 把這樣的無良執政黨下架 真的 他還寫說他們要一起守護台灣 我都嚇死了 他們都跑得比我們還快守護台灣 董內又來了 這個是來自新加坡的董內 他的名字真的太長了 但是他是說董哥加油 既然國民黨徵召了侯友誼 那就應該要全隊支持大家 不要吃裡爬外 董哥說的好說的對 金門人加油 可能是你的同鄉 還有再來SkyT 這個董內進來了 說這四年來 從來不跟黨團結的人 現在需要大家跟他團結 難不成在教大家以後 不要幫黨出力好好做 自己才在黨內就出頭是嗎 那以後大家都比較辦理就好了 那幫黨出力的不就是笨蛋嗎 這是公平正義嗎 請董哥回答 好等一下請董哥回答 等一下請董哥回答 我們繼續要來 再把這個講完 就是因為賴清德昨天呢 為什麼要穿棒球外套 這麼熱的天 就是因為他說 他已經在牛棚熱身了很久 自從上一次 可能是跟蔡英文初選開始 他就開始熱身了 熱身了很久 他現在也已經準備好 然後站上投手球去投球了 他說上一個階段的比賽 蔡英文是最強的主戰投手 哇塞 他有最強的主戰投手嗎 我覺得他已經投到這個台灣都已經 輸到不知道什麼地步就好 我現在準備要上去投好 這個準備好投球了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投個大地瓜之類的 來 董哥請評論 剛剛順便連那個網友的一起回答吧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對國民黨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戰 因為民調很多是在作假 他在引導方向 最早做民調 柯文哲第二是吳子佳 吳子佳現在跟柯文哲反目成熟 因為柯文哲覺得說 你就每天要來振我的流量嘛 所以吳子佳給他一堆 就是說我們再來董事長開講 柯文哲不讀不回 那柯文哲這邊就栽贓吳子佳 說因為我們沒有給錢啊 所以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吳子佳說來我節目的人 從來沒有人要付錢給我的 你還要用栽贓抹黑我方式嗎 他們反目成熟 可是吳子佳這些年來都在幫柯文哲 因為我跟吳子佳蠻熟的啦 我自己很清楚 只是我們不把他點破 他常常用反串的手法 那可以看到柯文哲當然現在比較大了 那比較大當然你要藍白盒 我很早就講了 第一次有人提 包括郝龍斌八歲我都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一定要選總統嘛 你國民黨也一定要推總統 對 每個人講和的人都覺得很容易 可是困難在哪裡 困難在誰當副嘛 你當副連總統的千分之一 潛力都沒有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曉得在那邊 說藍白盒 是藍白盒講起來很簡單 沒有人要當戶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了嗎 我想跟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很關鍵的理由 有中天 有分享 只有中天不為權勢 敢說真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 和我們一起說真話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有多一份力量 有多一份力量 要不要動 吃 好吃 吃 感燒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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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